富邦主乘基金會二十八號上午 邀請來自全台灣國地四百名做客人 行修做客董 在台南十股 文聰橫窟周回丁區 荒辛古武 鄉建荒華丹 做客人行修做客董不簡單記名 氣氛最重的運行 台南七代理市長李夢彥 也告頓鼓勵大學 並感謝富邦主乘基金會這幾年來 對台南的協助 再次的感謝我們富邦慈善基金會 對我們台灣需要幫助的同學的付出 還有特別是對台南 這個付出非常的大 每年有將近兩千八百位同學 那麼接受富邦基金會 執教基金會的協助 那麼另外在我們前年的0206地震 富邦基金會也非常的 這個主動的來協助 包括一些捐助捐贈相關的 這個附件的這個善款 一千萬 還有呢 對於我們在贈災裡面 單親或者是失親 失醫的這個同學 那麼付出他的這個獎學金 一直到他這個20歲成年 我想這些都是富邦基金會 對我們台灣社會 的這樣的一個貢獻 也對台南的這個熱愛 跟付出 那特別去年跟今年 都選擇在台南 舉辦這樣的一個 相見歡的活動 所以我們也特別感謝 富邦基金會 給台南一個 更多一個接待 各位同學 接待各位助學人的這個機會 我們相信 我們有這麼多的善慈善 這麼多的美麗的力量 在我們的民間 我想大家 台灣一定可以突破這些困境 更加的向上提升 那這邊也勉勵各位同學 現在接受 接受這個 這個幫助 接受有善心人的這個幫助 我想大家應該更加的努力 將來我們接受一分的協助 我們十分來回饋 來回報這個社會 我想要這樣子的話 才能夠讓這些捐助的人 他的付出更有意義 更有這樣的一個代價 基金會 為了要 讓今天 所有我們助學人 跟受助學童 有機會在這邊見面 特別 特別 舉辦好 今天所謂的 特別規劃出來的 這個有意義的 家庭日 今天 我知道 來自全省 有很多 助學人 有的住得很遠 而且很辛苦的 那麼基金會 今天舉辦這個活動 最主要用意 也是說 平常 助學人 跟受助學童 是沒有機會可以見面的 比較少有機會 那麼 借助今天 種種的活動 互動之下 大家可以分享 生活點滴 讓我們也來表達 我們的 關懷 與感恩 我們 我們 做的